欢迎大家来到R33网校 继续来到Vivian的课堂 Vivian和大家仍然处在的是我们的第二关 What Box词汇了如指掌这一大通关当中 但是今天我们要接触到 就是我们词汇关当中最后一个关了 也就是我们的动词关了 首先说到动词 Vivian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动词是我们的词汇 这个大家族当中最好动的家族之一 那么今天我们的任务 Lesson 12就是了解一下动词的分类 在动词这个大家族当中 他们有哪些的比较好玩的成员呢 好看到这张表格 Vivian将动词他们家族当中 几大类已经给到大家了 好我们看到第一类 第一类呢 他们的名称叫做实义动词 首先我们看到几个例子例句 来了解一下他们 第一个I ask him a question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ask就是我们的实义动词 他有他实际的意思 表示是问 ok 好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那么这个rise上升 比如说太阳从东边升起 对不对 Rises ok rise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实义动词 ok 好了 实义动词的隔壁呢 住着的是谁 住着的是细动词 那么细动词呢 也给了你两个句子 好 I am from China 我从中国来 我是来自于中国的 那么in 是一个细动词的典型代表 那么that sounds interesting 那听上去非常的有趣 ok 那么这个sans也是一个细动词的代表 好 细动词的隔壁 我们再看一下住着谁呢 住着我们的情态动词 ok 情态动词 两个句子给到大家 第一个I can play the piano 我能够什么样 诶 弹钢琴 May I borrow your pen 我能借你的笔用吗 所以说这个can和这个may 就是我们情态动词当中的 两个小小的成员 除此之外 情态动词呢 我们在它的附近呢 还住着一户人家 它比较的低调 叫做住动词 ok 像这种 does he like playing football 那么这个红字部分的does 就是住动词当中的一种了 好了 说这样的分类 大家可能比较的模糊 那到底什么是词一动词 什么是西动词 什么是情态动词 什么是住动词 没关系 那这里呢 你首先要了解一下 动词这个大家子当中 住着有基本上 大户人家 有四户 一户叫十一动词 隔地的叫细动词 还有一户叫情态动词 比较低调的叫住动词 首先我们一一的去到他们家里 去探访一下他们家族的一个秘密 ok 好 首先看到这个 十一动词 十一动词呢 我给了它一个title 给了它一个标题 叫做实实在在之十一动词 这个家族啊 做人比较实在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有它实际的意思 比如说哈 吃 叫什么 叫eat 喝 drink 玩 play 学 study 那么吃喝玩学 是不是我们现在 同学们大部分的生活的一个主题 哈 那么这里会发现哈 这些动词呢 都是我们的十一动词当中的小小的成员 它有它的实际的意思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实实在在之 十一动词 那么这个十一动词啊 好 它又结邦分派成为两类了 一类呢 叫做激物动词 一类呢 叫做不激物动词 可能听上去比较拗口 没关系 我们只要把它的区别分清楚就可以了 区别很简单 第一个 我们说到激物动词之后呢 它后面哈 它为人比较亲近 所以它后面可以直接跟到名词 或者代词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句话哈 我问了他一个问题 I ask him a question 所以这个ask这个单词 我们就知道是十一动词 表示问的意思 那它是属于激物动词 还是不激物动词呢 诶 它是属于激物动词 为什么 因为它后面直接跟着 him 表示一个代词 OK 所以说为人亲近的 叫做激物动词 好 那么第二题 I watched the film last night 昨晚我看了这部电影 那么这个watched表示看的意思 那么这the film名词 是不是后面直接跟名词了 所以说ask watch 这一类直接后面跟名词的动词 我们叫做什么激物动词 那么不激物动词怎么样 就完全跟他相反了 可能人比较内向不大好亲近 需要怎么样 需要别人去作为一个关系 或去疏通疏通一下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句当中 they work in the factory 他们在工厂工作 所以你会发现work这个单词 工作这个单词虽然是十一动词 它是属于害羞的那一派 所以在后面 它如果跟the factory 它中间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借词的 所以你还记得借词的意思吗 借词的意思就是说 主导的是两个成分之间的一个关系的 它什么关系 比如说在工厂对不对 它属于一个地点在哪里 work in 那么第二个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同样的 rises也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不激物动词 所以它后面不能够直接跟到名词 或者带子 它需要中间有一个关系人 介绍人 ok 好 所以激物动词和不激物动词呢 我们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你在平常的记单词的过程当中呢 可以稍稍的把它去记一下 去分清楚一下 那么我们在做题呀 或者说在写作文的过程当中呢 你也比较的不会犯到错误 ok 好 这是我们的十一动词 那么我们看到十一动词之后呢 看一下它的敲开它邻居的大门 我们去进步一下细动词的家庭 首先看一下细动词它的成员有哪些呢 我们开着那扇门 学会就发现 哎 我们首先见到的第一个就叫做b动词 那么b动词呢 有三兄弟叫做m is r ok b动词三兄弟m is r 首先看到我们这个m is r 三兄弟B动词当中 他会跟的主语会有不一样 他因为他的喜好会有偏偏向 所以说如何去用这个m is r 好 我们记住这样的一个口令 绕口令 来跟Vivian一起来一下 b是一个家 家里三个玩 他们是m is r i跟m you跟r is跟着他他他 this that 跟is these those we和they 后面跟着r r ok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绕口令 就把m is r 他们的一个喜好 和一个偏向给说清楚了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个绕口令 牢牢地记住在你们的脑海当中 好那么除了b动词我们认识之后了呢 我们就会发现 b动词这个家族当中 还有一个叫做感官动词 那么说到这个感官动词啊 有些同学可能就会问了 那Vivian什么叫做感官动词啊 就是从字面的上面含义上面去说 感官就是能够感觉到的 就是表达感觉 或者表达一些感受的一些词 叫做感官动词 那么我们看一下 整体人来讲 我们有哪些感受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 然后可以亲 舌头怎么样 可以长 鼻子可以闻 对不对 以及手可以去摸 对不对 所以说这样的动词呢 我表示的是感官动词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 feel 表示什么意思啊 感受感觉的意思 look 表示什么意思呢 look这个单词呢 表示是看起来怎么样 smell 鼻子闻 对不对 paste 舌头去尝 sound 耳朵去听 所以这类的动词哈 它属于感官动词 那么感官动词也属于系动词 这一大家族当中的一个 好 除了感官动词之外呢 它还住着一个 表示变化的词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三个单词 一个叫做become 变成 get 也是变成的意思 turn 也可以表示变的意思 那么这三个单词 表示变化的意思呢 我们可以把它算作 细动词当中的 大家族当中的一员 好了 那么我们了解到细动词 主要有be动词 感官动词 变化 那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个细动词家族当中 它的一些特殊的爱好 或者说一些特殊的 嗯 与其他动词不一样的地方 有哪里 首先看一下 给出了四个句子 我们一一来看一下 she is a beautiful girl 首先在这个句当中 我们把细动词找出来 是不是 很明显的一个b动词 对不对 好 第二句话 they are good friends 是不是同样的一个 a are 好了 that sounds good 那么这里呢 是有个感官动词 sounds this bottle of milk got bad 好 这个got 是不是同样的 它其实是get的过去试 我们这个过去试 是要在下一堂课 或者下下堂课当中 我们才有处接触到的 不要着急 好 那么这个话 红圈圈的这几个单词 我们都可以叫做细动词 那么这个细动词 你会发现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是不是到后面 都跟了一连串的尾巴 是不是 那么你会发现 这个尾巴 有什么样的特点 没有 一个beautiful girl good friends good and bad 是不是都是属于什么 要不就是名词了 要不就是形容词了 所以说 我们说细动词 它其实属于一个 内心比较柔弱的 一个单词 它出门是需要带随从的 那么这个随从是谁呢 它不是名词呢 它就是形容词了 记住了 所以说细动词后面 一定要跟上名词 要不就是跟上形容词 OK 好了 这大部分情况 一般情况是这样说来的 好 如果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题目怎么样去做 首先题目的要求是 用适当的 避语动词 进行填控 第一题 I I a student 怎么样我们记得吗 还记得那个口令吗 I跟an 对了 我是一个学生 you怎么样 a teacher 你是一个老师 you跟are 非常的简单 好 好 第二题 he in class 4 grade 1 他在一年级 他在一年级四班 OK 那么再 我们看到 he要跟什么 跟 is 非常好 alright 好 these buses these 一个复数概念的 所以要用到 are those 什么 用到 are了 OK 所以这刚才我们的绕口令 把绕口令记住了 你就记住了 OK I跟an you跟are OK he she is 跟着 is right OK these those 要跟are 好 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我们等会儿 可以再看一下 那个绕口令 好 如果说 B动词这一块 了解之后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几道选择题 首先第一道选择题 It sounds A or B AB 有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讲过了 形容词和副词的区别 首先我们看一下 形容词和副词 之间的区别怎么样 看修饰词的词性 对不对 好 修饰词是什么呢 要修饰 sound OK sound 表示听起来怎么样 但是个sound 我们是什么 是感官动词 感官动词 后面要接上什么 不是名就是行 要接上形容词的 所以说答案要选择 A 这样的题目 是咱们的一撮题 经常有很多同学说 老师 你这sound的明明是动词 动词又要更副词 但是这个动词 这个sound是感官动词 它是比较特殊的一块 需要大家去记一下 感官动词后面 接形容词 不接副词 OK It sounds good 听上去很好 OK 好 第二题 Mike and Ted 怎么样 and the cinnamon now Mike和 Ted 他们俩呢 怎么样 现在已经怎么样 在 在哪里呢 Cinnamon 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电影院了 OK 所以说Mike and Ted 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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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这是一个复数概念的 所以是复数概念的 我们用到什么 哪一个 用到一个 R Right OK 好 The salad Delicious Salad A 是VVVG比较喜欢吃的 叫做沙拉 那么这个沙拉呢 应该是怎么样 怎么样美味的呢 我们看一下 A Taste 尝起来 B Must 必须 OK C C Cook A 烹饪 那明显的就要选A 这沙拉尝起来 非常地美味 OK 好 看到第四题 The idea 怎么great 这个想法怎么样 棒 怎么样棒呢 Here's 听起来 Listen 听起来 sounds听起来 你会发现 ABC都是听起来 但是你会发现 到底选哪一个呢 这里有个great 表示什么意思 表示的是我们的形容词 bund 那么我们说的感官动词 表示听起来是哪一个 是sounds对不对 所以尽管hear和listen 也表示听的意思 但是sounds才是感官动词的听 后面接上形容词 所以答案要选择c alright 好 我们做过的这四道题之外呢 对我们的一个 系动词 有一定的了解了 那我们就一步来到 他的邻居 也就是 情态动词家里面 首先看到这个情态动词 VV给了他一个title叫做 有情有义之情态动词 什么意思呢 首先看到情 意思就是 他是表 其实他是表示 个人感情的一类词 OK 那么义呢 就是情态动词 也有他实际的含义的 OK 叫做有情有义之 情态动词 那么看到情态动词的第一组 一个叫做 can 一个叫做 could 都表示的是 能够的意思 好 Can you speak in English? 你能说英语吗 对不对 好 非常简单 那么一步到第二个成员 叫做 must 必须 第一个句 自 must I borrow this book with my ID card 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要用我的ID card 还记得吗 在我们的字母的 大写的那一块 我们就已经说过了 叫做什么 缩写ID 表示的是身份证的意思 那我必须要借这个书 用我的身份证 去借这个书吗 no you don't have to 什么意思 不 你并不需要 所以说这个must 表示必须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考点就是 当must引导疑问句的时候呢 否定回答 我们就要用到 no you don't have to or you don't need to 不 你并不需要这样子 ok you don't have to or you don't need to 就不能够用到 no you mustn't ok 记住了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长 错的 好一个点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刚才我们说的must 对不对 must 后面加上not 就是它的缩写 那么这个must not must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表示是禁止的意思 就是严令禁止 比如说 you mustn't talk in the exam 什么意思 在考试当中 不准说话 这是不是老师经常会跟你讲的 好 you mustn't talk in the exam 好 比如说在VVN的课堂当中 VVN经常会跟大家讲 you mustn't eat food in the class 你在课堂上面不能够吃东西的 ok 好 所以说must表示禁止 这就是我们的can't keep mustard 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移步到另外的一个 叫做will and would 表示将要的意思 那么首先看到这句话 I will go back home and this begins 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周末 我将要回家的意思 ok 好 非常简单 看到接下来一个 shall should 表示什么意思 应该的意思 首先这个shall shall we go 我们该走了吗 shall这个单词呢 经常会和第三人称单数 或者负数进行联用的 shall I go 我要走了吗 shall we go ok 好 第二个 you should stay at home 你应该留在家里面 所以这个shall should 好 是他表示应该的意思 好 接下来的一组 好 比较多好 我们看一下 may和might 都表示 也许 比如说 I may be late 我也许什么 迟到了 那么这里呢 还有可以有时候 他用这疑问句当中呢 是可以表示请求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句型 就是may I may I ok 比如说 may I borrow your pain 我能够借你的笔吗 right ok 还有就是 may I borrow your money 我能借你的钱吗 right 我给你的回答是什么 no or yes ok 所以说这样的may I 是表示的是请求的 它是这个may和might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用法 ok 好 你就会发现 在情态动词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 其实比较好理解 是因为为什么 是因为情态动词 他因为有情有义 他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根据句义 或者根据你要表达的意思 去选择适当的情态动词来用 ok 好 但是哈 我们要注意 在我们接触到情态动词这一块当中呢 我们经常会犯的一个小小的错误 或者经常会忽视到的一点 就是情态动词后面必须要有动词兄弟坦诚跟随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情态动词有情有义 对不对 所以他的兄弟啊都非常非常的支持他 所以是动词兄弟 意思又是什么意思 情态动词后面必须要跟上动词的原型 ok 情态动词跟上动词原型 这是雷打不变的哈 因为有情有义 所以有小弟跟随嘛 而且是坦诚跟随 什么叫坦诚呢 原型 ok 好 这是一个预措点 好 我们看一下 来做一下几个翻译题 translate ok 好 第一题 这个暑假我将会去美国 首先看一下 将会我们用到哪个情态动词 是不是用到will或者是would 对不对 好 所以翻译可以翻成这样 I will go to the USA the summer holiday 你会发现在这个情态动词will后面呢 他有情有义 后面有了一个动词的原型 go 跟随他 I will go to the USA the summer holiday ok next one 你应该完成你的家庭作业 那么应该表示应该是哪个情态动词啊 快速反应一下 非常好 是不是我们的 should you should finish your homework 同样的情态动词后面跟了一个finish 完成这个十一动词的原型 alright 好 接下来一个 tong 也许是今年的第一名 碰到我们的也许了 那么也许是哪个单词呢 对了 tong may be the number one this year 同样的 有一个may了 那么这个b的动词发现没有 b动词 是 表示是的意思 那b动词是它的原型的 因为我们说过 情态动词后面要跟上它的原型 好 最后一个 在课堂上 禁止吃东西 我们看到吧 好 禁止就是刚才Vivian已经说过了 那么禁止 怎么样说 you mustn't 怎么样 eat food in the class 在课堂上是不能吃东西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吃 请 停止吃东西 mustn't 用到一个 表示 must 加上 not 表示禁止的意思 OK 好 这个呢 是非常好理解的 所以我们在接触到情态动词的时候呢 一定要根据它的意思和具去选择它的情态动词 alright 好了 那么说完情态动词呢 我们就来到一个非常低调的叫做住动词家里面 那么住动词呢 其实它为什么叫住动词 它是因为很低调 但是像个雷锋一样 它很乐于住人 首先我们看到住动词 它里面住着 b动词 do have 你会发现 b动词 它也是属于住动词当中的一员 它是有双重身份 那么这里呢 住动词呢 今天的v点 就不和大家去一一的探讨了 因为在以后的课堂当中 在我们的下一关句子打通关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会详细的去探讨 因为住动词 它是要帮助十一动词构成各种实态和语态的 所以在讲实态和语态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会住动词再详细的去讲 alright 好了 那么今天好 动词家族 我们已经说了哪些呢 第一个实实在在之 实意动词 第二个叫做细动词 对不对 柔弱的细动词 以及第三个叫做什么 有情有意之 情态动词 这三个动词家族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一一把它们分清楚了 OK 这就是我们这堂课的任务了 那么在下堂课当中呢 我们将会探寻更多有关于动词的秘密 你准备好了吗 See you next class 我找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 也会让它们那些人 这呢 我再来